Hello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我終於可以吃水果了 前幾天我去了大阪黑門市場的超級市場買了一些水果 我去買水果選擇水果的情況可以看看 今集買回來的水果試一試吃 究竟是有多好吃 花了很多錢 約2700多元 約3000元才買了四款水果 這裡除了有四款水果之外 還有這些東西 大家應該知道我稍後會怎樣做 先介紹一下有什麼水果 第一個就是 這個就是西瓜仔 很小的 是我的手掌 更加小的 可以一隻手掌拿著 這個是長期原產的Kodama Siga 還有另外是什麼呢 布林 這是和歌生產的普通的布林 多少個 這個就是398日圓 我覺得這個價錢是OK的 我忘記說西瓜的價錢 這個西瓜就是498日圓 差不多500日圓 嗯 這個真的要怎樣呢 要看看裡面的皮膚厚不厚 才知道它值不值 然後就是這個 Delawea Delawea就是小提子 應該香港比較少 這個哪個產品 看看 賭根原產品 應該是 賭根原產品 就是沒有提子 就是沒有核的 不是沒有提子 是沒有核的提子 不好意思 搞錯了 還有兩抽 看看這個 這個 價錢是680日圓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貴 因為平時在車市場買 大概是500日圓 可能它的品種 或者是出產地有點不同 最後這個 我真的想了很久才決定買它 這個是布林 這裡有布林 這裡有布林 好像很奇怪 這個布林就是貴羊布林 看看它應該是佐賀產的貴羊布林 兩個成1000日圓 一個成500日圓 可以夠吃 一碗嬌當 還有錢找 嘩 這麼貴 看看真的有多好吃 對比這些小小的布林 看看是不是差這麼遠 價錢 除了就這樣吃水果之外 就是因為上一次我做麥瓜梳打 麥瓜梳打的時候 發覺麥瓜除了就這樣吃之外 原來加其他東西 都會很好吃 今次我加什麼呢 我預備了 就是西達 就是上次做麥瓜梳打 看看會不會有出場的機會 另外還有些什麼呢 煉奶 日本人吃士多啤梨就會加煉奶 其他 看看哪些是夾煉奶 還有這個 我相信很少人會試 這個就是朱古力糖漿 想起都很棒 因為之前在Cup House聊天 有些香港人就說 他們去日本吃水果的時候 原來買到一些 就是生果 例如士多啤梨上面 就有些Coding了的朱古力 我想 咦 這個好像很好吃 那我先試一下 扣著朱古力 還有這個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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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蜜糖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蜜糖 你看到是什麼 這是紅豆 原來做紅豆 多啤梨的時候 會撕一坨在上面 紅豆 看看跟這些水果 夠不夠 藝士不宜遲 先開來吃吧 這裡有這麼多款水果 如何好呢 我先試這個西瓜 噢 拍下去 這個西瓜都包得挺漂亮的 我平時走CHO市場 比較少看到這些小的西瓜 也不是說沒有 比較少有 我是沒有吃過的 開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真的挺有趣 你看這個 這樣 聽聽聲 OK 開出來 怎樣開呢 OK 我打橫 開到 平時開西瓜是怎樣開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開 是不是打橫 這樣一砍下去 還是怎樣 那我 打動這樣 扯下去 不如 開到 我還以為是硬硬的 是軟的 聽聽聲音 嘩 看看多可愛 多漂亮 看看 還有 你看看它的皮 多薄 吃西瓜正確的 吃法 當然是用金筆 OK 那我試一試 不要搞太多了 吃偏大的 嘩 那我看到應該是有些核在裡面 我再檢查清楚 OK 是有些核在 即是跟平時我們吃日本的西瓜一樣 那是怎樣呢 那些核 看不看到呢 我先把核挖一塊出來吃一下 嘩 嘩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好爽啊 跟平時吃開的大型西瓜的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甜度也是一樣的 那我這個是挺甜的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本呢 水西瓜經常有些核在這裡 這個真的值得推介 那為什麼呢 因為買大塊西瓜回來 這麼瘋狂 那麼這個小時候呢 有的色 還有你可以 因到的份量 譬如你一個人吃的話 你開半邊出來 吃一天 然後半邊放到雪櫃 然後翌日拿出來吃就行了 又不用浪費雪櫃那麼多位 一定不會輸蝕給普通西瓜 有些核是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唯一一個不好處 不過那些核是只有一層的 過了那一層之後 就全部都是肉 你看看全部都是肉 嗯 嗯 OK 來到這裡當然要試新東西 就是這個西達 倒進去西瓜 看看會怎樣 裡面有些水 在這裡 這個西瓜拋了幾間來吃 是有些水 看看 多少水 而且皮真的很薄 是不是很棒 這個 準備好 來吧 哈哈哈哈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嗯 啊 哈哈 可能西瓜汁不太夠呢 那我就一匙西瓜肉 試一試 嗯 都OK 我留下我的兔子 再吃第二樣子 第二樣子 我只吃 Della Weah Della Weah 是提子還是提子仔 那不要說太多了 先開出來 我去香港 我是沒見過的 在日本有入口的 還有日本種 這是 賭根縣出產的 就是這樣的 那我拿一抽出來 咦 怎樣的呢 喔原來它有四抽 喔原來這樣一抽 哈哈 挺有趣 那一家人呢 一人一抽就OK了 OK 看看它有多甜 和多重提子味 いただきます 喔 好甜啊 是提子 但是多甜啊 嗯 嗯 嗯 那沒想到 正確我吃飯是怎樣的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嗯 那這些皮呢 是OK可以吃的 一些都不韌的 就在這裡一樣了 那也是想試一試 一件東西的 我拿一個碗出來 那大家應該可以猜到 是怎樣的 那一抽呢 應該是有五六十粒左右 我沒有特別試 而且呢 很容易這樣做出來的 那如果大家懶呢 就像我這樣呢 一放進口裡 就可以含到很多粒出來的 我現在呢 打算硬碎它 OK就是這樣 那我先硬了它 喔喔喔喔喔 原來是這樣的 我還以為 那些提子肉呢 是很深色的 喔 現在怎樣可以給你看呢 大家來看一下 那些提子肉 原來是這樣 那麼青色的 皮呢 是很紫色的 那個提子是這樣的 這麼有趣的 哈哈 好像做葡萄酒一樣 但是這些葡萄汁呢 就不是太多的 不知道看到嗎 就是這樣 看看有多少汁在這裡 那不是太多 那可能你 沖下去就不是 可以沖到很多出來 我做這麼多都是 只有這麼多汁 原來這個是 不是太多水 所以原來這個是 OK 那我再加一點點下去 我汽水的份量 不加那麼多就行了 我還是 試試汽水先 好 吃開耳朵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喔 再加幾顆 那很明顯 果汁呢 就不是太多 我覺得這個 也挺配的 哈哈 好喝過XD 應該 嗯 都不錯 那這個680日圓 只有4抽 那我就不太建議你 用來沖汽水喝了 如果你吃進口比較甜的話 用這個方法 混汽水喝 我覺得都OK 那因為是很甜的 是真的 甜得很厲害 這個Delavera 如果我覺得是500日圓 是有4抽 的話 應該是OK 這個價錢可以接受的 那這個680日圓 可能會有些特別 就是沒有核 或者是甜度比較甜 所以才可能這麼貴 如果500日圓的話 我覺得是OK 這個價錢 就未必可以整天吃了 如果你在香港見不到這個 你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又見到去賣 超市場都可以賣 如果你是夏天的話 這個季節 6月的話 應該是可以賣 你可以試一試 幾個人一起分享都OK 第三樣 磨歌山普通的布籃 那這個是怎樣的布籃 跟我在香港吃的那些 也是不同的 這個是最便宜的 398日圓 那又有幾顆呢 這應該是15顆左右 2 4 6 8 10 12 14 16顆 差不多 蠻漂亮的 而且好像有個屁股位 好像肚子一樣有個屁股位 有趣 不如切開它看看是怎樣的 沿著它的 屁股位 哦 那是中間有凹核 那是跟普通的布籃一樣 中間有凹核 那是怎樣的呢 我還是未看過裡面的 很大股的布籃味 是平常吃的布籃味 的香味 哦 那它黏著肉 不好意思 那我就這樣咬來吃吧 嗯 有些更深紅色或者更紫色的布籃味 是那些味 不過甜味呢 就很淡的 那些肉呢 就好像布籃一樣 是軟軟的 就跟香港吃的布籃差不多 感覺 嗯 不好意思我弄錯了 原來我吃第一粒和第二粒是兩個味 布籃是布籃味 不過這個是甜一點的 嗯 差那麼遠的味 桂羊布籃 兩個 980日圓 這裡16個 是398日圓 差很遠 我也不知道怎樣計 那我就把最後這個布籃拿出來 我買這兩個桂羊布籃 我真的想了超過5分鐘 我在這裡 賣衣服的位置 兜來兜去 我覺得我不是經常吃 那我可以試一試這個 是佐賀員產的 即是九州佐賀員 它包得這麼漂亮 我相信應該會很好吃 如果不是的話 那不知道怎樣 喔!好像蘋果一樣 這裡有一粒 很有趣 那這裡 咦 我覺得從香港吃的布籃 那個樣子可能比較像 那是沒有特別有味 發放出來的 那我處置這個 好!我先切一切布籃 那我還是跟著文來切 喔!已經是有汁滴出來的 嗯 那味道不太濃的 嘩! 嘩! 漏汁啊! OK 那原來應該還可以這樣擦開 喔!喔! 喔! 喔!核子全部都在這邊 那我給你看看這邊 就是這樣 幾乎 試吃先 這裡已經是250日圓 夠吃一碗小碗的 叫檔了 已經是 いただきます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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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清甜啊!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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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桂陽布籃呢 是好吃 是很多汁 但是一個500日圓的話 真的 沒那麼勇敢 可以買來吃 它果肉裡面 就不濃味 那我覺得是 那些皮呢 就可以撕一半 那麼 留一點點 就 那些煲籃味 就比較出一點 那些都在這一邊 它偏了這一邊 我還以為是正中間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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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我要挖一塊塊出來呢 那大家應該知道是為什麼 應該 看看這裡 全部都是汁來 多滿 那我現在就是 用這個角度 倒下去 那這個就是 西打了 小心點 我怕糟糕 嘩! 爆出來 爆出來 OK 那就嘗試喝這個 いただきます 啊! 挺清甜的 這個味道不太濃 所以你把這個布林 拿著醬汁 吸入西打 讓人家喝 人家可能不會覺得是什麼 可能他會喝得出 有些清甜味 有些果汁 但是呢 應該是喝不出來的 是布林 我都會繼續搜尋其他 日本的細節 或者新奇東西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給個讚支持我 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分享這條影片 給你喜歡日本 或者喜歡看水果 喜歡看有趣的人 OK 下一集再見 拜拜